6月上旬多伦多,很多花店的花都开始打折了,为什么? 6月上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种植花园植物的时间,我家的小花刚刚下地,种子开始了,小花刚刚下地 这里是Sheridan Nurseries,你看这里的花也在打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热了 马上就热了,热了以后呢,这花就卖不动了,一般人就不想干花了 所以现在是个促销的好时间,他写的这个呢,打折的价钱不一样,每个店也不一样 你多到花店转转,能,说不定就能有个好的deal 今天就看看这里的折扣吧,小花,全是小花的折扣 买三个,得一个免费的,也就是七五折,买四个付三份的钱,对不对 虽然打折,但是状态都不错,你看六月雪,果然六月下雪了 开,邻居家种的一大片,开的满是白花,挺漂亮的 但是有个小缺点,串根到处串 这种串根是小缺点,至少在多伦多地区吧,是容易控制的 你看他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你把他一拔就掉了,容易清理 有些地区可能串根串起来,或者是你要是长期不管串起来,那可能就头疼了 作为一个适当维护的花园,是不会让他到处跑的 说实在的,打折以后还是有点小贵,小贵小贵 这上写了,Starter Perennials半价 原价是六块钱,原价比刚才那个便宜 打折的也不完全是状态好的 看看这个Solomon Seal,也许底下还有根,也许,但是现在还没冒芽的话,危险 你看这个就将就,这个长起来也长得快的很 耐阴植物,创根,他也创根 所有的Pianis 8折 再说一遍啊,这是专业苗补花店,它的原价就挺贵的 像这个伊藤 看一下名字 有朋友昨天我介绍那个月季的时候就说了 把名字拍清楚点看不清楚 伊藤 看清楚了吧 大红花 原价65 状态都不错 但是呢 它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少要牡丹 我不知道牡丹啊 对牡丹不是特别熟 伊藤 看见了吗 白粉病 现在外面就在下雨 天气凉 然后又潮湿 就容易得白粉病 正当季的花篮和多天生其他的植物 没有折扣 没有折扣 还没有折扣 更正一下 花篮是有折扣的 原价30 现在20 能挑出好的来 这和Costco比较怎么样 虽然有的花蟹了哈 但是这天竹葵 但是它会长不断的开新花 花开花蟹正常 Annual 一年生小花 原价7块 8块 原价7块的 看这个吧 它的打折就在这儿了 现在都5块钱 可能品种稍微多一点 像这种 还有这些赏叶为主的 其实是这海棠哈 秋海棠 它是多年生植物 冬天可以拿到室内 这种一盒一盒的原价20 现在10块 对不起更正一下 4个小盒 这是一小盒 这是一小盒 一二三四 四个小盒是10块钱 一整个翠 一整个翠是16个小盒 还是10个小盒 20 一个翠是12个 可以种一小片 这么一小坨就能长得挺大的 30厘米直径 你看它现在开花花蟹了哈 它还会不断的开新花出来 看到这人挺忙的哈 这的顾客还是挺多的 都在忙着找挑逃 记得上次来也下大雨 哗哗哗的 那个院子里又去不成了 只有在这个 在屋内 室内 看室内的这些都是室外的小方 室外 特殊吧 果树 姜果 八折 看看 白色的 blackberry 白色的blackberry 草莓 对了 还要看一下原价25 一加仑 好了打折的小花就看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